今天如果我沒有練出來 我是不會離開這個琴房的 喔 好難喔 我今天給我自己的企劃就是 想辦法在一天之內一定要練起來 A叔的 Enravo 就是東京參總 這首曲子呢 在之前我就有接觸過比較簡單的版本 當時不敢挑戰的A叔的版本 是因為覺得他這個時代之太難 一定要非常多天 或者是非常多個小時 才有可能完成他 那現在呢 因為疫情的這個關係 我常常待在家裡練琴 那我就覺得 可能我可能有一天練不出來吧 是不是 有沒有信心 NO 所以今天如果我沒有練出來 我是不會離開這個琴房的 那也沒有這麼嚴重 就是我可能還是會吃東西這樣 那今天呢 如果練了超過中午的時間 或甚至到了晚餐的時間 我就會在家裡自己解決 自己的中餐以及晚餐 所以這一集會給你滿滿的 姜老師各種生活煙貌 因為這個琴嘛 你看到這個是鋼琴 對面它就是一張床 所以練累的要睡覺也可以 旁邊還有廁所 所以我根本都不需要出門了 然後再來這裡還有我準備的 早上買的咖啡 外帶的咖啡 還有普斯麵包 以及一壺蜂蜜綠茶 那我們現在就挑戰開始 我覺得我自己應該可以在中餐以前練好啦 應該可以吧 A書眼中的這個版本 真的真的超級有名 他自己放他在Youtube上面的點閱率 這一首的點閱率 7000多萬 my god crazy crazy 寫得非常好 但是非常難 你們看一下 完全一整串一整串 撲... 好 沒關係 反正我們今天有的時間 整天在家裡好好的靜下心來練習 姜老師已經點好蠟燭 蛤 鮮會被卡店斗不停 在幾點 那個看一下 現在早上10點半 先來試試看一看 寫的好好聽喔 我給你講這個超難 從這個到這個到這個 四個八度的咪 啊不是三個八度 我跟你講A叔真的超喜歡這種超級澎湃 跨越很大的這種左手音型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待在同一個八度 譬如說 去聽很多人的編曲都會是這樣 就是他會是為了方便自己的技巧 可以在一個八度內完成 然後反正又達到一樣的節奏效果 可是其實彈起來效果是差非常多 你們聽聽看 就是 它會有三個八度的寬度的音響 同時非常立體的出現在你的耳朵 但如果是 那節奏一樣喔 再另外一種A叔寫的是 就是厲害 但是就是非常難懂啊 因為就是很容易彈出來 那聽起來就跟那同一個八度都是完全不同的level 所以為什麼他的曲子會特別難 就是因為他很著重在 他想要達到的一個旋律線裡面 創造他極致的技術 以及極致的音響豐富性 所以為什麼A叔這麼了不起 他的版本就是跟其他很多人的版本都不一樣 就是他聽起來會特別的立體 特別的豐富 除了他堆疊了非常多技術以外 你看到的許多小的音群 或者是很多的八度這些技術以外 最重點是他帶給你耳朵上面 不同的豐富的層次感 喔好難喔 我跟你講他這邊也是 我彈一次簡單版的給你們聽喔 然後呢如果是A叔的呢就是 再一次 你們聽得出來有不一樣嗎 就我這台鋼琴雖然說他的這個 音色不是很好 我不許你這麼說 這台鋼琴是10坦威 不要再誤會了 很多人都說 你10坦威音色什麼 你10坦威什麼 這不是10坦威 10坦威是笑娃娃那台才10坦威 我家這台是我彈的很 好奇思念的鋼琴 它是一個不知道什麼牌子 而且已經倒閉停產的那一種 這個低音的地方呢 它用的是各種跳很遠的那種八度 所以你可以聽到在A叔版本裡面 它的這個左手的地方是非常非常豐富 非常非常的豐沛 我覺得來到了全曲最難的地方了 就是它的節奏非常複雜 然後它的音型就是一堆爬音 然後爬音很容易彈錯 它是一堆的五連音 五連音 六連音 五連音 五連音 這等於說它一直在改變它的節奏形態 所以你要對這些音型非常非常的熟悉 你才會知道到底五連音 每個音平均分攤要彈多快 是0.01秒還是0.02秒之類的 然後這個音型我彈一次了 要記著這個音響 按著 Neal Viddy 那些 Fabian Vi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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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圖過去一次已經30分鐘了 真的是蠻難的一個曲子 這個如果玩現實幾碗都玩不住來了 非常的困難 但是現在就是要開始細步的練習了 然後這個時候練習呢 我自己會拿一支筆 如果需要把織法寫上去的就要趕快寫上去 不要每一次彈到那裡都忘記要用什麼織法 這樣練習就會浪費很多時間 那教導是要練習了 開始來一次GO 這首曲子目標速度A書寫134 然後我現在練的這一段是84 我覺得我這部影片是不是一直都在打哈欠 然後現在時間已經到了12點10分 12點半我來準備煮我的中餐 今天的中餐吃的就是一個菜爆雞湯 炒青菜 蔥燒豬肉 然後再一個荷包蛋 是不是很會煮菜呢 是不是整天都沒有練到什麼 還沒有練好就一直在吃 我就爛 鋼琴旁邊有一個床真的不錯 就是練累了就可以躺一下 我也沒去打哈欠了 欸 好的 江老師剛剛吃完大餐了 現在就是應該要睡午覺 真的不行我真的要來不解 現在是下午2點 我再這樣子蹉跎下去 你會發現整部影片 根本就是都沒有在練琴 大家不可以學江老師這個樣子 你們要認真練琴齁 趕快開始打開我的節拍器 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完成我今天該做的事 啊好難喔 好的終於到了我們最後 驗收到這個時刻了 我必須說這真的是我接觸過最難的動漫歌曲 因為我已經從早上練到現在 已經快要5點了 這也不算是個限時企劃 之前在笑他常做的限時企劃 為什麼會後來停坐很久 就是因為其實要在限時之內 彈起來這些曲子真的蠻傷手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 各種體力以及肌肉到達了一個負荷的頂點 然後那時候就先暫時休息了一下 那今天這個也不算是什麼特別限時企劃 我只是叫我自己在一天在練完 但我真的覺得超級爆炸難的 好的那接下來就請大家一起幫我加油 帶來A叔這個版本的 M Bravo Maria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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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